今天大阪正好是阴天 看着好像还是要下雨的样子 所以正好去京都看看 希望京都的天气能稍微好一点 早上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鲑鱼饭团 以及 一杯咖啡 可惜在温哥华买不到这种饭团 否则就好了 好家伙京东 不是京都 不仅是阴天 而且还在下雨 当然这个雨是比较小的 所以 就还好 这边就是那个著名的千本鸟居所在地 重重叠叠的 一大群的鸟群 到入口 居住 两大群的鸟群 一大群的鸟群 上海外的鸟群 一大群的鸟群 一大群的鸟群 那里面就是这个稻荷大蛇 它实在是太壮观了 点了一个抹茶和绿茶 吃了个点心喝了个绿茶 继续上路 现在人明显比下面少太多 越上来越上山 人就越少 很重要 这边去吃了 有人偷看 每个人都不是要 你一般都要看 希望你有一些 ить 对 就说 你一般都要 对 小伙子 你一般都没有 你一般都没有 哦呦 好像那边有好吃的道理 嗯 看还有啥 这一个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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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这一只 一只 一只 可以 买了一个烤 这应该是绿豆 还有红豆 骨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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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巨大的烤蟹腿 看这个超大型烧死